就对了 我也是佛菩萨 人人都是佛菩萨 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他真做到了 所以要肯定 佛菩萨的教会 句句是真的 他讲得太深 我们不能动 慢慢地修 慢慢就会动了 循序渐进 按部就办 但是佛说的要做到 叫我放下圣洁 身体能放下了 身体所复苏的 当然就更容易放下了 我都能放下了 我所当然很容易放下了 财产 我所有的 地位 我所有的 事业 我所有的 这是我所有 不是我 我跟我所有的 哪个重要 我重要 我所有的 不重要 身体 也是我所有的 也不重要 那什么东西重要 灵性重要 智慧重要 道德重要 这是要抓住的 抓住这些东西 佛告诉我们 最重要 最重要是真国 不什么用国 有真国 真国是什么 是自信 这个才最重要 把真国找到了 就成佛了 就圆满了 大臣你又毕业了 要把真国找到 讲火 暂时可以用 绝不放在心上 这就对了 让心永远保持 清净 平等 久 决定不迷糊 久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这个东西重要 所以 行道 才见真理 真理就是 宇宙人生的真相 行 是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要在道上 这个道 就是成佛之道 中国传统的 这个道 是菩萨道 他通佛道 望上一提升 就是佛道 所以 行在道上 你才会见到真理 那我们今天 连弟子归 感应品 十三页 都没有做到 所以 我们对于 佛所讲的真理 很模糊 半信半疑 见得不真 见得不透彻 这个是有原因 悟道 才是智慧 如是开悟 就是前面讲的 其以自见 到真正悟道的时候 眼睛见到开悟 耳朵听到开悟 身体接触到开悟 六根接触 六成经界 全开悟 佛法 修修 苗花 到这个时候 就大雀大悟 就明心见心 做到 难度中生 我们把自己学的 自己修的 自己所悟的 统统做到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待人 接物 自自然然 就叫独中生 为什么 大家看到了 对你凉目 对你生气信心 自动向你学习 了道才是圣人 确定明了了 这是圣人 这叫佛陀 我们要勉励自己 要整干 这个法门 稀有难逢 我们老师都不在了 老师的照片在 你看看 我每一个讲堂 摄影棚 都悬挂老师的照片 没有一天 离开老师 没有一天 离开佛菩萨 也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 每一天都面对面 我们其心动念 有个悟念 就想到 怎么对得起 老师 怎么对得起 佛菩萨 怎么对得起 父母亲 天天要看 不能有一天忘记 旅行也带在身上 在旅馆房间里 我就把照片供在房间 我们要教小 要教人 要教义 样样都要做出来教人 后面有两小段总结 天地贵人 能力人 人是仁慈 博爱 人是两个人 会议的字 其所不欲 勿施于人 猎人 自己在人道里头 站住脚梗 Graphic 动采了 核心